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台湾 刘碧荣时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早晨7点06分40秒了 我们此刻要跟您连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解说重要的国际要闻 老师您早 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 老师我们首先就把这个焦点 锁定在现在全球的新闻的焦点 就是在香港 在6月9号也是礼拜天晚上 香港爆发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大游行 我们一般媒体叫做反送中大游行 那么我们这样来看 最新的进展 刚刚我们简单的跟各位听众叙述了一下 老师 我很想先请教您 就是说一般的 也许一般的民众会觉得说 这个新闻有什么重要性 或者说这个条例 逃犯条例有什么重要性 我们先请老师就这个部分跟我们解说 对 因为逃犯条例 它基本上就是引渡 引渡 那么其实它引爆点 就是当年有点 香港两个人在台湾玩 结果后来一个男生 陈农家把他女朋友杀了 然后逃回去以后 但是我们要怎么去 要审这个案子 我们因为跟香港之间没有 司法互助 或者没有引渡的条例 没办法引渡回来 后来就发现了 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漏洞 比如说不管是犯罪了 不在中国大陆了 在澳门 在台湾了 犯了罪 他逃到香港去 有人逃税 可以在那边致富 犯了罪 可以避罪 避罪致富在那边 那当然这里面就是一个漏洞 漏洞 所以香港政府在想说 不管有没有北京的压力 我们都不晓得 那就是要签订一个 就是引渡的条例 如果说我们有司法上 我们要审判这个 可以跟香港达成协议 这个犯罪的这个嫌疑人 是可以引渡回来 那现在问题是在哪里 本来的事情本来也没什么 本来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一个 不让香港变成一个天堂 犯罪者天堂 可是问题是呢 在香港呢 这更大的一个意涵 就是人们很担心 这是冲击到一国两制的 一个防火墙 本来香港的一国两制呢 那么他的司法 在这边本来是一个终身权 那结果你现在呢 开了一个门 开了一个门就是说 因为你看 如果说因为大陆跟香港啊 什么他的体制 不一样 那有些言论自由 或者有东西 在香港可能是不是犯罪 可是在大陆 就可能是犯罪 大陆就比较严格 他的司法相对来讲 比较不透明 那大陆如果告诉香港 那你这个人犯罪 你给我送回来 送回来 那以后这门一开以后呢 那就没有什么言论 就是很多人 就哪里都不敢讲话了 就是言论自由 就会有寒蝉效应 然后动不动 就送回送回 这当然就侵蚀了 一国两制 那这侵蚀了一国两制呢 那么更加 更加来讲呢 那么就很多香港人呢 当然他也在担心 就是你看香港 你回归到中国大陆 22年了 1997到现在 那你说这么多年的时间 这个就香港跟大陆 或者跟内地的关系 一直有存在某种的紧张 然后香港也一直对大陆上 某种不放心 不放心 所以我们 我们在台湾有的时候 不见得能完全体会 香港人的一个想法 你看像这个六四 今天六四 台湾可能不太怎么去管 这个六四 虽然有些人在管 六四天安门事件 这个很重要 可是香港的 你看六四的这种 纪念啊 或者是这种哀悼 或者这种的活动 那么从来没断过 而且甚至不同时候 越来越大 所以我觉得呢 当然你说香港政府 他如果觉得这个法令 要怎么样重要 他可能需要更多的 沟通的一个时间 或者可能是法令 谋着什么样的罪行 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理 他可以切割处理 那么某些重要的罪行 某些什么 但是现在问题是 大家对一国两制 已经不太相信 当你对一国两制 可能随时被北京 强势的情况下 侵蚀掉一国两制的 这个保障 所以这就是香港人 他从这种 这种极度的不安 或极度的不信任的 这种情况下 最后才有将近 百万人上街头 所以这就造成 然后后来越演变 越凶 越演变变得 现在暴力啊 哇 天神催泪瓦斯啊 什么都出来 一个香港 香港他 前面立法局啊 他们这个 叫审议方案 他故意把那个时间 拉得很长嘛 61个小时 也就是说 根本你想也知道 那么二度 昨天6月12号 二度根本是不会过嘛 因为他还有很多时间嘛 他就等你那天 你筋疲力竭了 你没有什么 他可能突然 就是突击了 审了 然后就让他过了 所以这是 这些香港人 其实也很无奈的 一个地方 是的 这个事件 之所以受到国际瞩目 其实刚刚老师 跟我们解说 就是说 如果你曾经发表过一些 不利中国政府的一些言论的话 那么你在过境香港的时候 可能就被跋到北京去受审了 那现在来看 哎呀 那国际间啊 各国啊 多少人曾经都发表过对中国不利的言论 那可见这个 这个新闻要受国际关注的原因 是不是就在这里 对 因为他主要是 北京的东西不透明 然后他 因为你在别的地方没有犯罪 那么你在 现在就是说看看 比如说他自己包括 比如说香港 比如有一些异议人士 他也许在大陆上批评政府 或者他是 政府要抓他 抓他就逃到香港 那北京当然也觉得说 你要我要抓你 你批评我 你躲到香港 我根本是 无可奈何 那么最好弄过 最好有个送中条例 送回来为审议 那就变成 那还什么叫一国两制 那中间就没有 就香港就根本就 等于在北京的这个附属之下 根本没有一国两制的一种各种保障 原来想的自由啊 言论啊 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北京 应该也要想一想 要想一想 这件事情 你要造引起全世界这么大的关注 你可以发现 大陆上民粹啊 或民族主义 一定会立即的反弹 他们很直觉地想说 一定是西方反中的势力的后面去操纵 对吧 因为他们他们的讲话一定是说 103万人走上街头 不见得每个人都很了解 算这个送中条例是怎么回事 是 但很多是被鼓动的 被西方鼓动的 这西方压力越大 那民族主义者呢 反弹就越强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让不管让港府啊 让这个北京的当局 都要去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 假如你认为那是没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反弹 一定有问题嘛 人不是闲着在家里 忽然一百多万人会走上街头的嘛 一定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应该大家静下来去思考 但是我也很担心就是 就算这个港府啊 就是特首林郑月娥 他恩事就拼了 我就一定要他通过了 以后他这个领导 统治香港的这个 公信力没有了 你说香港人还服气他吗 香港人会怎么会相信他呢 所以而且 而且这是一个将来 这林郑的一个 一个领导的威信 或领导的这个政府的效率 我觉得可能都会有受的影响 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转捩点 是的 当然了 12号昨天 这个本来应该二读的这个程序 昨天就暂停了 那接下来 可是港府一直也没有松口 他说20号啊 就还是会照常表决的 对 所以他这个 我想到起码目前看起来 他不会松口 不会松口 不会松口 那所以在这个 这个这个61个中途之内 他时间拉得很长嘛 我们刚才讲过 他是刻意设计的 然后然后看你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直评呢 为您连线访问东吴大学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 首先为我们就反送中大游行 他的背景 还有呢 更重要的是 在国际间所引起的这些震撼 或者是波兰啊 做了简单的分析 事实上啊 这件事情 坦白讲 在台湾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正好也因为这个2020总统大选之前 各阵营候选人啊 他们这个相继的也都对这个话题啊 也发表了意见了啊 老师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 有关于美国跟墨西哥之间 我们这几前几个礼拜曾经讨论过 那这个美国总统川普6月10号 他准备向墨西哥增加关税了啊 那时候我们还说 哎呀 这个怎么都是万万税来了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墨西哥难道对于美国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施政 或者说对墨西哥的这些行动 他有反弹了吗 因为最主要原因就是 那么大批的非法移民呢 对 那里面从墨西哥这边进到美国 墨西哥呢 当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那政府也裁减了一些一些预算 削减一些预算呢 但是就是边界执法人员的预算 一些被削减了 那些呢 川普当时就跳起来 那你不是就开了门放这非法移民过来吗 啊 然后 然后他就说 我就是 6月10号开始 对 征税 征税 他是这样 每一个月 整涨5% 你不做你 如果你不加强管制非法移民的话呢 那我下个月再涨5% 再涨5% 哇 那结果他一讲出来以后呢 到墨西哥就跳起来了 嗯 其实美国国内当然也很多 很多企业界也跳起来 因为我们上次也谈过 因为墨西哥的生产成本非常低 很多人是跑到墨西哥 跑到墨西哥来生产 所以说墨西哥跟美国之间贸易呢 很大一部分就是 美国公司的墨西哥厂 跟美国厂之间 哦 你这边运过来 那边运过去 那你运来运去 然后这边征税 那边征税 那当然这个成本就跌高了 美国也跳起来 那这个 结果呢 墨西哥大概是受到 经济受到影响以后 川普一讲了以后 第二天墨西哥外长就跑到美国去了 嗯 然后美国说了去谈判 谈判到墨西哥也做了一些妥协 比如说他不但不裁剪预算呢 他想要加派几千个国民兵 在边界的巡防 啊 那甚至也表示说呢 他们这个 也像中美洲 墨西哥这些几个国家 他们也同意国内修法 修法了什么呢 就是如果今天有 中美洲一些国家 他不管是穷困啊 什么原因 政治迫害 什么原因 他们要往北走 想到美国 那可是你没办法到美国来 申请政治庇护 嗯 根据法令就是 你落点的第一个外国 你才有 就要负责你申请政治庇护 那这些国家怎么样的 跑到美国 他美国都不会是 第一个落脚的外国嘛 中间还有别的国家 美国就会把人家 阻绝在外面了啊 那所以就告诉墨西哥 墨西哥说好 我也同意修法 往这方面去修 那结果川普就说好 那既然这样子都做到了 那我那谁就不争了 不争了 那川普就高兴得不得了啊 那说 这个你看看 我是有用嘛 如果我没有完这一招 墨西哥外长 第二天就会跑来嘛 那么那但是 也有人讲说 你这还是没用 为什么你这一讲了以后 很多问题 那个但是中美洲的 这些难民啊 这些非法移民 他的根源你没有解决 可能那些国家 他的政治不清明 他的经济非常衰 是啊 这问题啊 你没有解决 但是川普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只要不要 进到美国来就好 老师哦 这是我们大概都清楚 就是说这些外国的移民啊 就是不管用什么手段来到了美国 当然了 对美国的国内的社会状况或经济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影响 甚至美国是如此 他经济实力这么强都受到影响 更何况是这些周边其他国家 那经济实力根本远不如美国 那不是更惨吗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国际经济的整体的问题了 到底是被什么样的跨国公司的剥削呢 或者当地的政府是怎么样呢 很多问题或者正是动荡不安呢 你看当初 你不要讲的美国 当初这个欧洲的难民潮是怎么跑过来的 对 就是阿拉伯之春啊 的内战啊 很多人从地中海 从巴尔干半岛跑过来 所以一定要从源头去解决 那从沿途去解决 去阻绝的话 去挡的话 只是治标 没办法治奔 好的 沿途去阻绝 只是治标 好 另外啊 我们看到是英国跟韩国 这个部分我们所聊 大概都跟双边贸易有关 英国跟韩国 不是已经签订了这个FTA了吗 那对 那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要关注的焦点呢 他本来是这样的 因为他以前是欧盟 欧盟跟韩国签 欧盟跟韩国签 那现在英国呢 要脱欧嘛 那英国如果脱欧的话 那以前欧盟签的就不算了 不算了 所以英国就表示 那我现在赶快先签 先跟个别跟别的国家先签 现在将来如果脱欧的话呢 就可以就可以 无缝接轨 就可以接得上来了 那是英国跟韩国签呢 其实也是表示说 英国现在也在做 就是为了脱欧的事情 做个打算 那么 比如说像 像英国 他也表示 比如说 跟美国签了 或者跟中国签了 他也希望能够在脱欧之后的 这个就反送中大游行 还有就是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 这个纠纷 还有呢 就是这个英国跟韩国之间的 FDA的这个事项 做了一些解说 老师 接下来我们想继续请教您 中国跟俄国 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好像最近来看 非常非常密切 甚至不是最近 就长久以来的看 如果从习近平上台开始算的话 那这个统计恐怕很吓人 是 习近平上来之后呢 他总共到俄国访问了八次 然后在大大小小的场合 跟普京见面 大概有三十次 但是就是俄国跟这个 中国的关系 非常好 然后在这次 所以在6月5号到6月7号的时候呢 习近平到莫斯科 到圣彼得堡 然后三天之内 跟这个普京又谈了两次 跟情人一样 莫斯科见了一次 然后在圣彼得堡又谈一次 又谈一次呢 那当然这一则是 庆祝建交75周年嘛 然后第二个就是 把双方的战略的关系 又往前上了提升 又提升了 那提升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讲 所以他讲的新时代 新时代 新时代就是 但是现在跟旧 跟旧什么不一样呢 因为过去很多人就讲说 是不是跟过去 中共跟苏联 中苏共又联合起来 对抗美国 那这次呢 习近平很有意思 他跟俄国关系是非常不错 可是他们大陆的评论 或怎么样 都不愿意说 我这是为了对抗美国 而是他们强调是联合国 联合国的平台上 那么继续维持社会的秩序 是国际的国际的争论 等等 不是为了针对美国 然后谈到在圣彼得堡的时候呢 那新明又讲了 又讲话又讲 他说呢 如果跟美国的经济关系 完全割裂的话 就是我们常讲脱钩了 完全割裂的话呢 他说这个应该不是美国朋友 说愿意见到的 他讲说我的朋友特朗普 大概也不愿意见到 这个普京坐在旁边呢 然后他说我的朋友川普 应该不愿意见到 这是第一次列入记录的 公开讲 我的朋友川普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了 比如说我不是拉着俄国给你对抗 可是呢 中俄之间关系非常好 那非常好的是 他们有没有冲突呢 我想骨子里当然也有冲突 那西方的媒体呢 不断就准备挑拨这个冲突 比如说你是不是在中亚 你的一带一路从中亚 从俄罗斯的后院走过 俄罗斯呢不紧张吗 你大批的中国人进到西伯利亚 难道这边人 中国人的威胁论在这边 难道西伯利亚这边不紧张吗 但是你发现最近 起码在很多场合呢 中亚这边他处理的蛮好的 也就是习近平也好 普京也好 习近平好久好多次都讲 就是他的一带一路 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欧亚经济联盟 他们是可以对接的 可以相容的 也就是说我们那个 没有势力范围地盘之争 没有 那俄罗斯的人也讲说 在这西伯利亚这边呢 所以是有人是抱怨 中国人越来越多威胁 可是这个威胁呢 是讲给莫斯科中央听的 只不过一把的威胁扩大 告诉莫斯科说 你要多拨点钱下来 你不钱下来 那中国人就来了 那并不是真的反中 那所以可见 有没有就俄国人是这样解释 那美国西方这边 当然有嘛 有这个冲突 那么这种我们就看 起码他们现在 为了即便有冲突 但有更大的利益呢 他压下压得还不错 但是更重要一点 他除了两国以外呢 他们想共同开发北冰洋 就是北极 北极航的 所以搞到美国这边就很紧张 没有人讲说 奇怪你看俄罗斯跟中国 绷着跑到北极来 北极来 所以他说 你们要把北极当南海啊 于是北极会不会变成 新的南海 那以后谁到北冰洋去巡逸 是自由航行的这政策 是不是跟南海 一样搬到北极去 这可能就是以后会新的发展 一个情形 是 如果是真的是 这样子来看的话 我猜川普心里面会不会想 这么想说 我跟你中国 正因为美中贸易战的事情 我们的打都不可开交 好 那这个 好像习近平 你也不是省油的灯 你就跑去拉拢了俄罗斯 然后呢 还另外开辟了战场 像北冰洋的另外一个战场 这些话题一直不断的出来 我看川普可能会伤脑筋 而且有的时候呢 他这个敌我关系不是一刀切的 上礼拜呢 这个CNN也报道一个新闻 就是被发现 就是中国大陆帮沙烏地阿拉伯 发展导弹 发展导弹 那发展导弹呢 发展导弹呢 美国就是睁之眼 闭之眼 好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发展沙烏地的对头是伊朗 伊朗那发展导弹 也可以对付伊朗 对付伊朗 那所以美国也是睁之眼 闭之眼 就是对付伊朗的 这个发展导弹的 这个事情上来看 那似乎美国和这个 中国大陆又是一致的 所以有的时候 它有一致 有时候有冲突 那中国呢 它是想进到北极 所以中国在说 我是不是北极国家 我是进北极国家 那很多人是 人家说你要是在北极嘛 你在北极 有这个北兵要站一道 要站位置吧 那中国说 我虽然没有站位置 可是我靠近嘛 靠近也可以算 美国也跳起来 所以这里面 就各国与之间 跟不同的地域 它可能有不同的一个 一个敌我的一个关系 我只能说 这大家筹码都很多 很有趣 是 好 各位听众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的 7点26分20秒了 今天早上 志平为您连线东吴大学 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大家 解说了非常重要的国际要文 老师谢谢您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谢谢 是